90年代當時比較反對 把藝術過多地當成一種社會變革的一種工具 藝術它就是藝術 這次的展覽裡邊有六件作品 包含了一些對於現實的問題 和自身的這種經驗的問題做出一些反應 從媒介上講 六件作品不太一樣 有繪畫、有照片、有錄像、裝置 跟當時的中國這種審美習慣 或者說觀看的習慣做出一些反應 對於觀眾也是一種挑釁 這個展覽更多地注意到 中國的藝術家從89年以後的語言的實踐探索 而不僅僅是內容 不僅僅是一種身份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